先前在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赛中 夺得五金二银一桶的福文庄园巧克力 近期参与在伦敦举办的世界总决赛 以屏东农有所种植的可可 制成台湾5号62%可可碎莉巧克力 在总决赛中夺得铜牌 成为台湾首度于世界获奖的品牌巧克力 这一次得奖很开心 然后因为也是我们全球第一次 台湾的可可豆在世界上面 去得到一个奖项的肯定 而且是全球的总决赛 真的也蛮出乎意料的 然后除了本身自己得奖很开心之外 当然其他这些全球其他的巧克力制作者 这些朋友也都很替我们开心 就是说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居然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此次参与总决赛的国家高达40多个 在数百年历史的巧克力国群中 屏东可可才刚起步 因此能赢得铜牌相当不易 但也借此机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巧克力呢 其实从发酵到烘焙到研磨 我们都用一些特殊的制作方式 例如说发酵的时候 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接近到这个已经快要过度发酵这个阶段了 那在烘焙的时候呢 我们用低温的研磨 低温的烘焙方式去保留它发酵出来特有的这个香气 然后在研磨的时候呢 也是用比较短的时间来保留住它自己发酵的风味 那来创造出一个我们台湾五号 这个可可碎粒巧克力 它特有的一些类似柑橘的风味 然后一点点的这个碳焙乌龙奶茶的这种香气 然后一些太妃糖焦糖 然后一些杏仁开心果这样子的一个香气 一些坚果味 强调荣耀获奖除了创造了台湾打造精品巧克力品牌的可能性 也让可可产业发展更具可看性 让国际间知道台湾可可具有一定的国际水准 得到肯定也代表我们屏东的可可豆的品质 以及制作技术其实已经有到达一定的国际水准了 那这个方面当然可以 一方面是希望有我们全台湾更多的这个巧克力的制作达人 或是工艺师傅来一起参与这个全球的这个世界巧克力大赛 来替我们台湾的巧克力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那再来当然也是间接的鼓励我们这边的可可农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可可豆其实品质已经有到达一定的国际水准 从栽种可可树收购本土可可融入在地农友器做特产 到以巧克力露菜 期盼不仅是让大众看见台湾本土巧克力的实力 更能让属于台湾的品牌耀眼国际 评论是没听张志豪采访报道